来来来来 你们怎么能从上场口唱 你们怎么能从上场口唱 因为我们讲的好看 任性 生日祝福大家有吗 小虹 你决定有生日祝福 你们有吗 我有 我有一个 第一位吃片虾 嗨 生日快乐 还有吗 还有生日祝福吗 报价1 没有 好你快点 住暂居泰国的小宝在哪里 在泰国 对 是我们的故乡 祝你生日快乐 接下来看 我们选MC话题 我们选择的是 我们选择的是 我们选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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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维持 今天我们要看你一回 姐妹们下次准备一下 走 我真的太想参加《非诚勿扰》了 下你准备一下 《非诚勿扰》 马爱七五折 没有处事人 八折《非诚勿扰》 没有处事人 八折《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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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期呢 请出了 我们这一期真是不得了 请出的全部都是 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女嘉宾 大家 到底是谁呢 下面有请四位女嘉宾 闪亮登场 好嘞 女嘉宾就站这 站后面 站多了 来 好 好 感谢四位女嘉宾 现在我们一次的自我介绍一下 先从这个小 那个吧 先从那个把枕头拿在头顶的那个 来 先从我爷爷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一号女嘉宾 是一号吗 我是一号女嘉宾 毛小毛 好 说一下自己是什么职业 我呢 是 复旦大学 金融系高材生 在外面留过学的 凉皮店老板的 司机 感谢啊 感谢 来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二号女嘉宾 我叫爱小爱 我是清华大学 门口摆摊的 感谢啊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三号女嘉宾 我是网红钱 你是什么职业 我的职业呢 是某宝店主卖蛋糕的 哇 然后 我的交友宣言呢 就是 说 大声说说你交友宣言 对 我只选 妈妈告诉我 找对象 要趁早 我今年才十六 不十八 好 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爱丽丝 我是一位模特 从闽南时装周回来的 最近闽南时装周 我知道新发布了很多潮牌 对 这就是我自己的独创品 就FLY BUTTERFLY 好 现在你 我还有交友宣言 交友宣言 我喜欢帅的 只喜欢我的 还有我只对有钱的认真 谢谢大家 哇 看 今天的《非诚勿扰》真的不一般 请来的全部都是这种高端大气上当次 那我们男嘉宾会唱吗 不会 首先 好期待 我的荣重的有请 我们的一号男嘉宾闪亮 中间上场 男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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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石头里 这主持人是瞎子 你从哪出来了 我 我蹦出来了 石头里 你看我们今天男嘉宾是在有摩护的 行不行 来男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没有配音乐吗 没有BGM吗 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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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呀快过呀 翻诚有大把时光 大家好 人称 大C哥 我的爱情宣言是 对 等一下 我现在要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规则 好 首先呢 就是在男嘉宾自我介绍的时候 不要抢我镜头 在男嘉宾自我介绍的时候呢 四位女嘉宾可以随时随地 B 爆 爆灯 或者是 B是爆灯 D D 是灭灯 D D是灭灯啊 随时随地都可以啊 D 首先男嘉宾介绍吧 主持人 你现在知道你已经耗费了我多少时间 我一分钟赚五百万的人 哦 好美哦 好美哦 好 做一下吧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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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琳 40岁 好酷哦 放点笑哦 接下来你的这个家底 哦 我还没说我的爱情宣言呢 大家好 我是大C哥 我的爱情宣言是 能够找一个陪我数钱的人 女人 主持人 爆灯 B B 爆灯 B 我的灯又亮起来 那我建议你买个点超级 来大C 现在场上还有多少灯为我留着啊 我来看看谁会留着 都会为你留到最后的 这位男嘉宾 我们都会为你留到最后的 这女嘉宾你请弱智来就不太后了 好了好了 那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说一下你的家底 你家是什么职业 或者是你是干什么的 或者是你是干什么的 你得说一下啊 那我呢是这个梅老板 你知道吗 就是 平时爱好呢 也就是开开挖掘机 哦 对的 然后呢 基本上 年薪 几千万是不在话下的 哦 怎么这么少啊 好没有 对 那你希望找什么样的女嘉宾 那今天来这个台上 我想找一个每天花钱不超过十块钱的女人 滴灭灯 你不是想找一个就是为你数钱的吗 第一 第一 每天数十块钱出来 你找会计吧 哎 那我也介绍一下 这个是哪个学长的 第一 B是灭灯 B是爆灯 B是爆灯 他问你爆灯了 B 没有 D 谢谢 我换一个咖是灭灯 咖是你滚 没有 你跺脚就是 什么 爆灯好了 好 跺脚是爆灯吧 跺脚是爆灯 然后其他声音都算是灭灯 你们现在是灭灯的状态 还是开灯的状态 灭灯 因为他说一天只能花十块钱 你呢 那我偷钱花吧 还是亮着 亮着 然后你呢 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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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灭了 你不是喜欢有钱的吗 可是我喜欢喜欢我的 和长得帅的 他长得不够帅 我长得还不帅啊 你觉得现在这四位女嘉宾 你有什么心意的吗 心仪的 心仪的 你喜欢旧心仪 就是暂时呢 因为今天我是有备而来的 我今天呢 这是我去拉萨的一条卡达 就这个卡达呢 是由黄金制成的 所以它是金色的 我对男嘉宾有提问 2号 3号我现在留着 我对男嘉宾有提问 我喜欢那种多彩多艺的男生 多彩多艺女就是问对了 台湾大C唱 C歌 唱歌是吧 对 就是 其实我的专业呢 是唱歌的 你知道吗 就是在做美矿之前呢 我就出了一个专辑 但是呢就是 刚出道就倒闭了 这个公司 这个歌的名字叫 如果我开挖掘机 你还爱我吗 来唱 如果我开挖掘机 你还爱我吗 嗨 如果我开挖掘机 你还爱我吗 爱 如果我 怪怪搞 película 比如说,如果我拍挖图机,你还爱我吗?那么就请你们给我亮个灯 还亮吗? 我很想看第二位,先把他请下去吧 那好吧,来,大思一哥,你先在这站一站 现在要请第二位了 音乐 现在要请第二位男嘉宾 第二位男嘉宾是一个很有野性的人 他曾经是一位健身教练 是一位健身教练,知道吗? 大家猜猜是谁 下面有请二号男嘉宾闪亮登场 好帅啊,好喜欢 好,来,二号男嘉宾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二号男嘉宾R 我是那个《非诚6加1》李永哥的弟弟 我也不知道他承认不承认我这个弟弟 本身,就是这样 男嘉宾,我要让你用小钱钱打我胸膛 你们先等一下 我先说一下我的交友宣言 你先别说,你说之前我先说一句 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 我就觉得,你是我的 走吧 主持人,这就临走了 这也太快了吧 主持人,这就临走了 主持人,这就临走了 主持人,不是说好 这是前女友吧,前男友吧 不是,不是说好,成双唇对下去了 都可以拿戒指的吗 对啊 对啊 那我怎么就一个人站着呢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人选你啊 我觉得有人为我亮灯的 没关系 我回来 有人为你亮灯吗 我亮了呢 对啊,我只能小钱给我亮了 我们可以先演一下 我就跟他们演一演 我不会带他们回家的 哦,好 我的交友宣言就是 只要是个女的都行 说一下你自己是来自哪里 是做什么职业的 职业啊 职业你刚刚不是说的 你帮我设的吗 健身教练吗 哦,对对对对 对,刚才我刚设置过的 他是健身教练 对啊 然后,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你觉得这四位女嘉宾 有没有什么心仪的 心仪的 丘心仪啊 丘心仪啊 可是他今天没有来 真的吗 那你要不要等到 最后一个第三位男嘉宾上场了之后 不行 我得表演一下我的才艺才行 啊 好,实在才艺 哎呦 来,开始了 我的才艺啊 这就是我的才艺 我 咋吗 咋吗 还要跟你姐 没这才需要找一个数钱的女人 没关系 我以后抱着挖掘机给她 你是不是给我数支票啊 小权,你现在还想要这位吗 留着吧 我会让你跟我一起在挖掘机上面一起数钱的 B单 好了 行了,你被淘汰了 现在我们要有请第三位男嘉宾了 这只是支票 以后会换成真的的 不是,Y110吗 这里有人造假钞 好了,我想看一下第三位 变神啊 我不是钱吗 而且她是一个高学历的人 听说是哈尔滨佛学院毕业的 哈佛毕业的 知道吧 下面有请第三位男嘉宾 闪亮登场 Are you ready? 练健身都推不开门 这个男嘉宾好凶肌哦 请我介绍一下 男嘉宾 男嘉宾怎么比健身教练练的还好呢 不好意思 大家好 我是三号男嘉宾 我毕业于哈佛那边的学院 你们应该听不懂吧 因为她刚从那个伦敦 不是,那个印度回来 所以我给大家翻一下 她说她是第三号男嘉宾 她来自哈佛学院 yeah 好,然后说一下自己的家底 还得不错啊 家底 我是觉得吧 物质什么的对我来说不重要 那太好了 既然是哈佛学院毕业的 那现在开始 成语接龙 来 我们开始 主持人 她说她想和我在一起 不允许 不允许 好,再好 来,你自己说一个 成语接龙什么的 我觉得这种东西啊 对我来说太小儿科 然后我就觉得 那些后语接龙好了 那些后音 我诗朗诵吧 好,诗朗诵 我作为一首诗 她说她要诗朗诵 大家听一下叫诗朗诵吗 是,对 呃,对 斯朗诵啊 斯朗诵啊 斯朗诵 呃 呃,呃 不是啊 我就直接说我来这里 其实我就找一个我的 SOMATE 什么 SOMATE 什么 SOMATE 我们哈佛那边都是这样交的 不好意思 对,大家ralbi 每天都送经的 如果你们是那种物质女的话 那就请不要和我联系好吗 完了 这全是物质女人 巧了 对 我们的这个《非诚勿扰》呢 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 如果你想知道到底谁配上了谁呢 那就是下一期了 大家好 再见